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 加几年收着就是加星饼 一锅锅好过一 唐新不定期更新的日程 哈喽 今天是活动网友叫唐新 旁边是一连颜色老师 说到杭州呢大家都会想到西湖 那说到西湖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想到西湖的藕粉 西湖藕粉呢是杭州地区的名产之一 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去打卡一家 以西湖藕粉为主题的店铺 据说他们家的藕粉呢超级厉害 我来这里之前呢上网看的评论 很多小伙伴都说之前是不爱吃藕粉的 然后来了他们家之后呢 就打开了藕粉新世界的大门 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他们的店铺一共是两层 第一层呢是这种伴手礼区 出售各种藕粉啊 带泡茶等等的伴手礼 二楼呢就是堂食的地方了 整个店铺不是非常的大哦 但是装修给人很小清新的感觉 今天呢我们是做了攻略来的 网友推荐的款全部给他安排上 龙井茶味的藕粉 桂花味的藕粉 据说这两个味道是过来吃藕粉 必点了两个口味 然后呢我们还点了他们家的鲜榨藕汁 然后这边有个饮品呢叫做红粉佳人 还有一个藕粉丼 三个口味的藕粉丼都给他安排上啦 第一个呢我们先来尝一下他们家的藕粉吧 我觉得他们家的藕粉的搭配很好看 就是一个玻璃碗装着这种有点黏稠 有点透明的藕粉就很好看 然后最后上面还撒上了这种干桂花 拿在手上以后呢是有点点温温的暖乎乎的温度 但是呢又不会觉得太烫 完全是可以拿得住的 刚才我问了他们家的店员哦 这个龙井藕粉哦 它是用龙井茶烘干以后再磨成粉 然后再冲成了这个龙井藕粉 它的茶香是属于非常小清新 但是能充斥你整个口腔的存在感非常的强 然后甜度呢是属于那种比较低的 很适合我跟老徐这种本身就不爱很喝甜味饮料的人 另外我觉得他们家的桂花恰到好处 让这个藕粉的层次又更多了一层 对然后就很香 然后我们两个老年人又正好很爱吃桂花的饮品 你发现桂花茉莉啊这种味道 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清新 所有的似乎所有的甜品 你只要加了桂花茉莉啊 就马上变得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灵魂 接着我们来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桂花味道的藕粉 相对来说刚才的龙井来讲的话 就会比较稍咸的更加原汁原味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桂花味道好像是主要就是来自于 它上面的桂花干 所以两款其实桂花的香味都差不多 我觉得他们家的藕粉 吃起来的口感还是特别的细腻 对比我们超市买了直接泡开的那种藕粉要细腻很多 现在就来尝一下他们家的莲藕汁吧 我觉得装莲藕汁的容器也很好看 是这种一小盏的茶杯 然后上面还画着莲藕的图案 整个看起来都很清新 对它的感觉有一种很古风古香的感觉 它的感觉我以为会跟藕粉一样 藕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淡 它喝起来简直就是把新鲜的藕剁了 直接让你喝的感觉 对你一喝你就知道它就是藕的汁 对它味道很浓郁 鲜甜当中我觉得它的酸度是挺有特色的 但是我很不喜欢这个酸 我觉得让人就是觉得它是生的的感觉 不会啊我很喜欢这个酸 我很不喜欢 我觉得这个酸能让你口腔里的唾液分泌出来 这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酸甜平衡 家族我们要吃第三个东西啦 我们点的第三个呢是藕本丼 我们点的是三个口味 分别是西湖龙井 冰糖桂花和荔枝玫瑰 而且它们的样子还蛮好看的 样子都不一样 是都有很有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吃吃看 现在吃这个荔枝玫瑰吧好好看 嗯 它中间还是有这种椰果的 荔枝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然后有点点酸酸的 明贵的味道很不明显 对 它的口感不一样 它不是那种就是滑不溜溜就酥的就滑下去的那种 它是带一点软绵软绵口感的 有点嚼劲的那种冻状 第二个呢我要吃的是这个冰糖桂花 不出意外的话它中间应该也是有这种 哦 它除了椰果还有桂花 对 这个味道非常的淡 非常的没有味道的感觉 对 桂花的味道不是特别的突出 如果它跟刚刚的荔枝玫瑰相比较 我会更加喜欢荔枝玫瑰一些 嗯 最后一个是龙井茶凍啦 嗯 哦 它就是刚才的那个龙井藕粉的凍状的版本 对 味道一模一样可以说 只是多了一点点椰果 对 它的茶香和它的整个的甜味融合得非常好 让它非常的有层次感 登登 现在呢是要喝最后一杯甜品啦 今天我们点的是这杯叫做粉红佳人的冰饮 它也是今天唯一的一款冰饮哦 对 你去看它 它这里面会有一点点椰果 然后下面还有一点点粉色的 一点物质啊 不知道是什么 好喝吗 好喝 嗯 很厉害 它的口感哦 比我们前面喝的这种藕粉都要再薄一点 没有前面喝的藕粉这么的稠 嗯 它的口感其实介于藕粉和藕汁中间的那个地带 而且它一入口一开始就是非常浓郁的荔枝的味道 所以是酸酸甜甜的 再搭配上它是一个冰饮嘛 所以夏天喝呢 它就会非常非常的清凉解渴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款属于老少街鱼 整个这个店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是最适合打卡的 这么夸张 真的 我觉得它很适合来这里买了 然后就是边喝边出去外面逛街 然后它里面还有点椰果呀 还有点我不知道是荔枝还是玫瑰的碎水 反正你在吃到的时候 它不是那么无聊的一种水的口感而已 它是有点稠的 液体 然后里面还会有颗粒状 所以喝起来是一款有趣的味道也不错 这桌的东西呢都差不多吃完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吧 我觉得来杭州这边玩的话 来这种藕粉特色的店铺 然后尝尝这边西湖的藕粉啊 藕汁啊 脸藕的饮品啊 还是蛮有仪式感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们家这个店也是古色古香 然后是很小清新的感觉 很适合朋友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接着逛 对我们今天过来的话人还可以 目前这个店里就有两桌子人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安静 但是据说周末的话人会比较多 就没这么安静了 他们家一楼是伴手礼区 如果你要给亲朋好友带一些伴手礼的话 我觉得这还挺有特色的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看更多美食的视频 记得关注唐欣耀老师 再见 拜拜